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好友人 現在是凌晨的三點鐘 我不是要唱歌 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一個話題 就是關於十年一大運 那為什麼會要討論這個呢 故事是這樣子的 其實啊 我在這一兩年 對於工作的熱忱 以及賺錢的慾望是很強烈的 那這個東西呢 就讓我回想起我十二十三年前 還是個社會新鮮人 剛出社會嘛 懷著元大的夢想跟抱負 就是很有衝勁這樣子 就讓我不心想起說 這好像是有一個循環 所以我就上網去查了一些 關於這樣子的十年一個大運的一個資料 那就有很多命令老師說啊 就是人的運勢嘛 起起伏伏 不會永遠高 永遠低 那它也是有一個循環 其實呢 今天做這支影片的目的呢 就是我希望現在正在看影片的 你也可以分享一些相關的經驗 或是案例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因為像舉我自己本身的例子就是 我這一兩年真的是有一種天然的衝勁 就是 呃 怎麼說 呃 你 就很想好好衝一番 不會形容那種感覺 那我先舉我的例子好了 其實呢 我在去年的時候 有投資蠻多房屋地產的 那確實到今年成績也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像我有去看一些資料嘛 他說今年關於 生效是屬牛的 運勢其實都蠻好的 關於做你投資理財 其實效果都會還蠻不錯的 所以好像也是有一點印證啊 雖然我本身算是一個半無神論者 因為我都認為說 人就是你努力多少 就會得到回報多少 我對於命運這種東西 其實是比較 覺得它是有一點懸啊 但是我是屬於比較 敬畏 就是寧可幸其留這樣 所以這一次才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想法 其實今天的影片沒有什麼態度的重點 就是希望說 可以聽聽其他人的案例 然後做一個總結這樣子 那我也會好好珍惜現在的狀態 因為有一個這樣子的動力 就像一個盡量電池一樣 有滿滿的電力可以去發揮這樣子 或許過個幾年 這個這樣子的情緒 荒蕩下來的時候 我就要調整生活的步調 以及工作的節奏 所以說也非常希望 現在在看影片的 你可以分享你的案例在下面給我知道 然後讓我們一起來討論 讓我來了解一下 這樣子的情況是 什麼 然後調整自己 然後讓自己更好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因為也晚了 我等一下就要去睡覺了 希望你們可以多多分享 讓我們一起交流交流吧 掰掰 晚安 就是這樣 我們都會發現 怎麼作為這個問題 就做出神的問題 就可以讓我們看影片 那又要來看影片 都幾個月 過程